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 Leo 今天跟大家由石尼背水堂走到美孚 一条容易 简单轻松的交游路线 出发之前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就是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可以乘搭 72 号或 81 号巴士 来到石尼背水堂站 下车之后 凉亭附近有公共洗手间 可以先整顿一下之后就出发 这里亦是出名的金山公园 也就是猴子山 这一大附近都非常多猴子出没 建议大家不要手持食物来到这里 更不要去围置猴子 我们向车头的方向走几十米 就会来到金山路的入口 向下走就是金山郊野公园 成立在1977年的金山郊野公园 是香港最早成立的郊野公园之一 占地339公顶 而金山亦都以猴子为最著名 他们的宗族遍布整个郊野公园 向着金山树木沿杂径方向走 面向着的左边就是九龙水堂 右边就是九龙赴水堂 而附近亦都有九龙接收水堂 和石狸背水堂 组成九龙水堂群 四个水堂储水量合共有287万立方米 虽然这里的水堂群 以九龙为名 但根据现时的地区划分 全部的水堂 都坐落于沙田区的西南部 而九龙水堂的主坝是双湖形设计 亦都是水堂的一大特色 亦都被列为法定的古迹 封锅 在儲白的水制房顯示 九龍水塘是1910年啟用 是本港第四個水塘 沿著水塘邊的緩步徑走 向前走400米 在標示桿需要轉左手邊上樓梯 就會走到石梨貝水塘 我們上到暗斜的位置 看到石梨貝水塘 上面亦有環跑徑 這條徑長度大概1.7公里 是一條循環徑 經金山路前往 環繞石梨貝水塘一周 沿途都幾平坦 難度是屬於初級 平時都有很多神魂客 來到這裏跑步做運動 上去石梨貝水塘 是一個小小的水塘 它容量很大 圍著竹子走走其實都幾舒服 因為它不是很小 有很多樹 可以讓你休息一下 被竹籃包圍的感覺 就好像置身在武俠場面一樣 石梨貝水塘是在1923年開始興建 去到1925年就已經建成 水塘的容量達1.16億加侖 而水塘的前身其實是石梨貝村 為了配合水塘的興建 原本居住在石梨貝村的村民 都被分批安置在大圍的顯田等地 在1925年後 在1925年後 有外國歌的平等 在1925年後 在1925年之前 有些複雜的圍牝村 現在是在1925年後 出現的車道 有些複雜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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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一定會 在這條藍色的欄杆 可以看到美孚一帶的城市景色 我們往下一站九龍接收水塘方向走 好好陽光天敬藍 雲很清白 怎樣拍都漂亮 沿著兩排綠柔柔的樹木落山 令人的心情特別輕鬆 我們現在來到九龍接收水塘 其實也會有人選擇由美孚 走回到石梨背水塘 但如果像現在這麼熱的天氣的話 由石梨背水塘走到美孚就舒服得多 大部分都是平門和落山的路 而且又有好風景 九龍接收水塘 又叫做德羅塘 由於處於山谷裏面 由於處於山谷裏面 這裏的湖水就平靜很多 而且會更加清休 在附近休息 在附近休息 野餐 或者放空一下自己 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九龍接收水塘 九龍接收水塘是1926年所啟用 是九龍水塘群 第三個啟用的水塘 可以叫這裏做老三 但這一個水塘 就是四個水塘中容量最小的一個 我們來到這個分岔路後 有兩條路 我們向上去到美孚 我們在分岔路 今天就轉到這裏 食水庫的上面山路 繼續走過去 就是美孚 整體來說 都有兩粒星到兩粒半星 而且沿途都是很多樹蔘 都頗舒服 途經涼亭 可以做個中途休息 喝淡水 補充一下水分 途中會經過長坑村被雨停 附近亦會有公共洗手間可以用 再向下走 會經過九華徑食水抽水站 相信大家都會去過九華徑的燒烤場 原來在九華徑的舊村 有一條這麼原始的村落 我們經九華徑舊村 就可以出回美孚那邊 在山裡面都頗安靜 跟美孚外面有很多私人樓 也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就回到美孚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再走下去下面 就是美孚站 也有巴士站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想搭 什麼交通工具而離開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的就是分享我的朋友 按下我的鈴鈴就不會錯過我的身邊了 一定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